大家好 恆子大家都知道近來都是浮浮沉沉 在日白天線上不了多少 落也不是落得很厲害 當然市場的焦點在新經濟股上 阿里巴巴終於交了一個天額的罰款 但是不是一了百了 雨過天晶 大家都不敢有這樣的判斷 因為未來只是二選一反弄斷 有另外一些公司 譬如京東甚至乎美團 我覺得美團的機會也很高 也可能會受同一個問題的影響 所以大家看到美團近來的股價跌得多 再加上美團又有一些配股的傳聞 股價更加是一層百彩 騰訊和其他互聯網公司 都受著同一個反弄斷的因素影響 很明顯看到資金真的卻步 所以新經濟股沒有運行 恆生指數過去的經驗都告訴他們 整個指數都會沒有什麼運行 所以如果你想在這些位置 撈貨和做一些中線投資 你可以試試第一注 但還是在舊經濟股為主 因為新經濟股反弄斷法 接下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沒有人能猜得到 再加上近來的A股表現都很差 信封業績差加上其他白馬股也下跌 A股沒有表現 港股也難有表現 除非你說港股失怕無神力跟著美股 但過去一年港股也不跟著美股 我又不太相信突然間會跟著美股走 所以在A股沒有什麼行程 再加上一些反弄斷法 令到新經濟股沒有什麼運行 恆生指數都是上上下下浮浮沉沉 留意隨時會試穿100天線 即是隨時會落到28,000點以下 這些機會都挺高的